嗨 各位家长 老师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李神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将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如何做好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呢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不管是第一次进入一个班级 进入一个职场的一个社交场合 实际上呢 我们都要用到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 一个人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往往是最后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说the first impression is pretty much the last impression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它给做的 让别人能够记住你 让别人能够感知你的价值 让别人能够看到你的风采 那么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参赛的时候啊 让别人只记住了你后面的表演 但是记不住你的名字呢 实际上是因为大家在介绍自己的名字 的时候呢速度太快了 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让别人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如果你的名字非常的特别 有一些特殊的含义 你完全可以把你的名字呢 做一定的解读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一定要以记住对方的名字为基础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那第一点第一印象很重要 第二点建立关系 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的名字 同时呢我们要想感知到我们新交的这个朋友啊 包括我们在台上的表演的这位孩子呀 他的价值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自己作为一个有趣的灵魂 那作为一个有趣的孩子 到底在哪些方面能够让别人记住你 一定要让别人感知到你的价值 所以你所讲的内容得人无我有 人有我忧 同时呢在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 你也要充分的展示你自己的风采 一个人的语言表达 也是他的思想的外在表现 如果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能够充分的通过你的语言 来展示你的头脑当中 和别人不一样的思想 你的想法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够让别人更好的记住你 所以说做好自我介绍的意义 首先在于守应效应 第一印象难以磨灭 同时呢 他能够帮助你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能够让别人记住你的名字 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要让别人感知到你的价值 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最后呢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风采 你要很好地展示你自己的思想 你的思想也是你的语言 而你的语言也代表了你的风采 好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好自我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大家谈一谈 在舞台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参加口语秀的孩子们 究竟犯了哪些小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非常重要 我们说一个人在演讲的时候呢 他的words 就是他说出来的这些话 我们只占10%不到 那么接下来呢 是他说话的时候所采用的tone 语气 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WH打头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疑问句 我们会说 What's your name 最后是一个降调 但如果说你用一种比较有亲和力的方法来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说 What's your name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name和name 你明显能感觉到两种不一样的情感态度 所以说呢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究竟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和语态来讲 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 好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tone 它实际上占了一个人在演讲过程当中的20% 所以说刚才10%是你讲的话 20%是你讲话的时候所采用的这种语音语调 那么接下来还有70%的量 实际上来自于你的肢体语言 你的肢体语言很有可能是你的眼神 那比如大家看我的眼神 现在和摄像头是有一个交流的 相当于我在和大家进行眼神的对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在讲话的时候眼神是这样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 哇 李成老师 这样的一个老师怎么能够这样讲话呢 他不尊重我们 他在说话的时候 他说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可信 所以说在肢体语言上 我们一定要关注 那么在舞台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多小朋友在上台以后 他的肢体语言要么过多 什么叫过多 就是他在讲每一句话的时候 他都有动作 比如说 他在讲每一句话的时候 等于说他在讲的时候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设计的动作 显得非常的慌乱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也不可能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 都会带上肢体语言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肢体语言可以有 但不要过多 但同时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完全没有肢体语言 这样的话不能够很好的 用你的语言来带动大家对你的关注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你的肢体语言 不能过多 也不能完全没有 但同时要注意 不能有小动作 在舞台上的时候 有的孩子 他的双脚不停的在那 有各种各样的小动作 同时他的双手也会去抓着衣脚 或者说他的头部会经常晃动 这样的状态都是有问题的 希望大家在肢体语言方面 要注意它是你思想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外展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站姿 一定要挺拔 我们在英语当中叫做stand tall 同时呢smile 你站直了 或者坐在那个地方坐直了 同时呢有一定的微笑 这样的话你的亲和力就出来了 大家也愿意听你接下来向后去说 那么你的手势实际上是搭配你的语言来进行的 你需要用到手势的时候 就把它给用出来 不需要的时候 双手自然下垂就可以了 不用拘谨 不用有太多的小动作 那么第二个呢 要和大家谈一谈话筒的使用 在舞台上如果有话筒的话呢 那么一定要注意它的远近 如果我手里面的这个遥控器是一个话筒的话 大家看 我如果这样讲话 大家就看不到我的嘴 对不对 甚至于有的小朋友啊 因为他的脸很小嘛 所以说呢一个圆圆的成年人使用的话筒就整个遮住了他脸的一半 那么这样讲话的话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根本无法展现大家的风采啊 所以说麦克风的远近和高低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啊 一般而言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侧面给大家看的话 那么你的麦克风离你的嘴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就可以了啊 那么拿的时候呢 也可以在你的下巴的下方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距离也就可以了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话筒的距离问题 同时呢 话筒如果说自己在设计动作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样的动作 或者向左右转头的动作 就会使你的声音啊 偏离这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就会 你比如说对着这样说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会向那个方向 那么话筒就很难收到你的音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说远近偏离 包括这种遮挡 以及你音量的大小啊 千万千万不要贴着麦克风讲话 这样讲啊 这样讲的话 扩音扩出去非常的难听 所以说呢 这是第二点 舞区话筒的使用要注意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OK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 有一定的距离 不要甩头 不要遮挡 OK 好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镜头感 镜头感呢 首先是眼神的问题啊 大家注意了 刚才我提到眼神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你要smile啊 同时呢 还要有自信 你的自信主要展现在 你在眼神和大家沟通的时候呢 眼神不要闪躲 比如说评委老师 看到你的眼神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评委老师 然后赶紧害怕一样 把头给它转开 这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什么样的眼神 是最佳的一个状态呢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叫做lock talk and pause 大家注意这是三个词 lock锁定 talk开始讲 and pause 什么意思 在舞台上 当你开始演讲的时候呢 你首先锁定台下的某一位老师 那比如说你锁定了 你面前的这位评委老师 那大家看着他的眼睛 锁定他 然后呢 开始讲 讲你的自我介绍 讲你后面演讲的内容 那么讲多长时间呢 讲一句话就可以了 比如说 Hello My name is Li Chen I'm fro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那么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换一个人去锁定他 讲完了以后 我们稍微的停顿一下 pause 对不对 然后呢 lock onto the next person and then you talk and then you pause and then you lock to another person and then you talk and you pause and then lock to another person 大家明白吗 就这样的 lock talk and pause 这样的话呢 你在舞台上就会显得落落大方 同时呢 你的眼神 每一次在讲话的时候 眼睛里面都有一个特定的观众 在听你讲话 这样的话 你的镜头感 你的整个的自信 你的亲和力 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来说 非常统一的状态 好 那么最后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内容方面 我们在舞台上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很多的孩子 比如说 ABC 三位小朋友 进行上台演讲的时候呢 他说的自我介绍内容 几乎千篇一律 完全一样 那比如说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李成 I'm 11 years old 等于说他在讲的时候 可能就这么几个内容 I'm from 四川 province 等于说后面他会讲这样的一个 他来自的家乡 然后接下来 The topic of my speech is 接下来就开始讲 他的演讲内容 对吧 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呢 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他因为他千篇一律 而且他和后面的演讲内容之间 也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呼应 这也不是我们大家 以后应该去追求的一个方向 那么今天呢 就和大家讲一讲 自我介绍 究竟要讲哪些内容 首先 常用内容当中 刚才我提到的那几点 是可以有的 比如说大家的姓名 你的年龄 你的家乡 你的学校 是可以有的 但是紧接着 你要去讲一下 你的兴趣爱好 你的榜样和偶像 这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讲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去彰显你的uniqueness 你的个性 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同时呢 最好说一下 你当下的目标 和未来的愿景 因为你有了这样的兴趣爱好 有了这样的榜样和偶像 那么接下来 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呢 实际上这也是给大家 了解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呢 接下来 我和大家去看一个案例 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来先来 先来读一读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chael Liu I'm 11 years old I come from the city of 成都四川 province I like martial arts dancing and singing My parents and younger brother love martial arts as well I want to teach martial arts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大家注意了 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 内容看起来还是蛮丰富的 它里面首先介绍了 自己的姓名 年龄 来自什么地方 接下来 他说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家里面的家人 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最后 长大以后的愿景 但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实际上 它是一个机械的罗列信息 它的原运用 欠缺多样性 重复使用了 Marshal arts 这样的一个词 没有特别可以突出的记忆点 第一印象 对于我们的评委老师来说 是不够亮眼的 大家注意 这样的一个内容 如果大家认为 这个已经达标了的话 实际上 它只是在重蹈过去 很多小朋友的一个负责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在自我介绍方面 做到有突出的贡献 好 接下来 我们针对刚才 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对它进行 一定的修改 让它不再是一个 机械的信息的罗列 也不再是一个 类似于模板化的 自我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 改后的状态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chael Liu and you may not know that I can break two wooden blocks with one punch Last month I received my third degree Black belt In taekwondo In my eleven years of life It's my greatest accomplishment I've been involved In martial arts Since I was three My younger brother Jack Is also a martial artist As are our parents Our passions as a family Are physical fitness And spending time together Which martial arts Allows us to do When I grow up I hope to become A martial arts instructor Thank you 大家注意 在这样的一个 改后的案例当中 我们就可以 一下子在它的 第一句话后面 就可以感受到 它和别人 不一样的地方 虽然很多的小朋友 都练过跆拳道 很多小朋友 都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它在进行 自我介绍的时候 它用了一个实际的案例 一下子击碎两块木板 这样的一件事情 一下子可以抓住 观众的注意力 让大家对它 有一个非常强的记忆点 同时它对于自己家人 以及家庭爱好的 一个介绍 也可以更加丰富 大家对于 这一位选手的印象 所以最后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之所以 要把自我介绍 这件事 单独提出来 和各位进行介绍 是因为我们一定要 把自我介绍 这件事 放在一个非常高的 层面去思考 因为低印象 往往是难以磨灭的印象 而别人对于 你个人的价值感知 别人对于你自我风采 展示的一个感知 也来源于 你的第一次的自我介绍 所以各位 希望大家在这一次 参加口语秀的过程当中 能够真正意义上的 让别人记住你 Tell us about yourself in an impactful way and make sure that people care who you are Bye bye